我已經完成了 天才! 讓我任何人 哈囉大家好!我是吉米老爸 今天突然拖了一個幸運氣球活動 那在講解幸運氣球活動以前 再麻煩大家幫我按讚訂閱小鈴鐺 在講解活動以前 我們先來計算這次的活動大講 總價值是多少 我先算到第25層 因为除非你想要提早拿到紫色潜能 否则吉米我建议抽到第25层 CP值会是最高的 那第五关的奖品价值 夺宝券540传 黄潜能200传 第十关集训特训卡900传 黄潜能200传 第十五关安心教练卡 一张大概40传 所以总共是800传 黄潜能200传 紫色潜能一样一个紫潜也是4传 所以是80传 但是紫色潜能比较难获得 不缺黄潜能的人 选紫潜能也不亏 第十关安心教练卡1200传 黄潜能200传 第十五关集训球员资料卡13800传 黄潜能200传 应援卡400传 所以总共价值18640传 气球每一关都是28颗 除了25关射一颗需要两发子弹 一到24关都只要一发就可以 也就是射满25关 需要728支水枪 每日登陆送15支 活动14天总共可以免费拿到210支 也就是射好射满25关 还需要518支水枪 就是如果你非洲世界谷底 需要2720传才可抽到 但就算你非洲到世界谷底 也不用担心 因为这次的活动抽的小奖价值 都不会太差 里面有紫色潜能15个 价值60传 黄色潜能价值40传 钻石30传 夺宝底用券60传 潜能底用券80传 应援底用券80传 官方公布的几率里 每一层紫色潜能会有2.8个 那我这边直接用四舍五路来计算 每一层紫色潜能价值180传 黄色潜能3个120传 钻石3个90传 夺宝潜能2张120传 潜能底用券1张80传 应援底用券2张160传 所以每一层小奖的奖品价值有750传 25关就是18750传 大奖加小奖的价值就有37390传 也就是你真的非洲到世界谷底 你还是赚的 总结就是你钻石够的情况下 这活动参加绝对不会吃亏 再来就是需要高砂工艺福田天赋卡的人 记得去限时商店买这个125传一张 好以上就是吉米我这次的分享 喜欢我的影片再麻烦帮我按赞订阅 小铃铛影片就到这里 大家 Bye